大家好,這段是Part Player的操作介面解說跟 查看 快速鍵清單跟快速鍵的 就是切換那個畫面的那個尺寸 那這個 圖文解說的這個 頁面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點一下就到 這個頁面 這樣 那有空的人可以點一下定義 那 前沿這邊就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 如果你還沒有安裝這個 Part Player這個影音播放器 參考一下這一篇 進行安裝 花鼠點擊部分 就是說這個 這個 Part Player這個 這個左上這邊是這個 功能表的這個菜單 好 那右上的操作是這個 放大縮小全螢幕關閉這些的 或者是 定住這樣子 那這邊的這個 中間的是這個 影片的播放內容 那這邊是進入條 影片的播放的進入條 然後這邊是音量 那音量的控制你可以 切到這個有沒有 切到這個你可以用點的 或是滑鼠中間的那個 中間那個 滾輪 可以進行滾動 然後 音量多少它會顯示在這裡 這樣子 好再來是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這個 媒體的 就是那個影片啊 或是音樂的 操作 開 這個是指那個 播放或暫停 那這個地方是停止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是 那個 退後 前進這樣子 那這個是這個 開啟檔案這樣子 那我們一般只會用到這個 這個播放跟暫停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是指那個 媒體櫃 就是檔案瀏覽 那一些的 像這樣子 這個 媒體櫃 這樣子 就是指那個 播放清單 這樣子 然後就有大概是 這些 這樣 好接下來是這個 有這個地方可以叫出那個 功能 功能表的菜單 還有一個是滑鼠右鍵 在這個畫面內 任何地方 滑鼠右鍵 可以叫出 一樣也可以叫出這個 功能表的這個 菜單 這樣子 OK 那快速鍵的部分 一般都是這個 這邊都會寫 就是說我們那個功能表 的這個 右邊 都會寫 然後這個是 我用到一個播放的 有沒有 他都會在這邊寫 這是快速鍵的部分 就是用這個鍵盤操作 的部分 就是指這個鍵盤操作的部分 這樣子 鍵盤操作的部分 就是快速鍵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呃 這個偏好設定 那詳細的這個快速鍵的按法就是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地方 有個程式資訊 程式資訊這裡 或是直接按F1 你按F1 也可以 或是程式資訊這裡 可以 然後中間 然後這個地方 有一個這個快速鍵清單 這是詳細的 然後你可以中間的滾輪 上下拉動 不是上下滾動 就可以看到詳細的那個快速鍵的那個操作 的清單 這樣子 那一般比較常用到就是那個螢幕的鎖放 因為那個 因為現在就是說 有的人那個 將那個影片嘛 從DVD Blue Ray 或者是 那個電視錄影 他有的是適合 手機看 有的是平板 有的是那個桌機 這樣子 所以說他的那個尺寸 尺寸會比較亂一點 那你假設打開到比較小的那一種的話 你就可以 用這個 AUTO 在這個 這個在哪 在這個畫面大小這裡 快鍵這邊有1234 或是AUTO加1234 這個地方可以進行切換 然後有的是舊的影片嘛 舊的影片就是那個以前那個 螢幕比較小嘛 那有的是 配合那個 手機平板 或是桌機 就是說 那個尺寸 那個畫面尺寸現在是比較亂 有的是 那個 就是我這邊有寫 那 比如說桌機的話 桌機的話你用那個全螢幕看 因為我們是在近距離的話那個角都會看不到 所以一般我們會進行那個索小 這樣看 這樣會看 比如說有的影片他是 那個 我看一下在 他是那個全螢幕的 看起來那個角角嘛 因為桌機是比較近的距離 那 就是說 參考一下這邊的說明 那 電視的話是 這樣 這兩個都是OK的 那 桌機的話就是近的距離嘛 然後那個現在的尺寸也不小 你用全螢幕的話會腳腳會看不太清楚 所以說一般的話會用這個1234 按比例 或是那個 AUTO 來操作 這樣子 來觀看 這樣子 那這個是比較舊的 如果你這個用那個全螢幕觀看有沒有 那個角角 那個角角會看不清楚 那所以說我們可以用 他現在有兩個啦 一個是1234 按比例縮小 1234 好1234 那一個是用那個AUTO AUTO配合1234 他是按那個螢幕的比例 這個地方 再縮放 這是比較常用到的快速鍵 這樣子 就這個這邊的 1234 他就是依那個 那個畫面的尺寸會進行縮放 然後AUTO 你按住AUTO鍵加1234 他是 依那個你的螢幕的尺寸 做比例縮放 是這樣子 這邊 大家可以試一下 就是畫面比例 它有兩種 一個是按照那個畫面的那個倍數 那一個是按照那個 顯示器的 那個比例 他有兩種的縮放這樣子 那一個是全螢幕嘛 接下來是這個最大畫嘛 這樣子 可以 好 那原因就是說 在這裡啊 就是說這樣子的話 知道一下那個 快速鍵的那個 畫面的那個尺寸 說方話會比較 就是大概是用到這個功能啦 比較多一點 就是快速鍵的 部分 還有一個就是暫停嘛 因為有的情況之下 你要按暫停 你這邊點這個播放 又不太好 暫停就是那個空白鍵 就是這個空白鍵 這個 這個space 空白鍵 按一下就是暫停 然後跟播放 暫停 它就會跑 然後再按暫停 它就是 不是 再按那個空白鍵 它會變成播放 是這樣子 大致上會用到 大概就是 這 這一些的快速鍵 那其他詳細的話就是 有兩個地方啦 一個就是說我們點擊這個功能表 功能表 它會顯示在這個 左邊 右邊 好 那一個就是程式訊息 這邊也會寫 這邊是比較詳細的 這樣子 OK 好 好 那這段視頻就解錄到這 那後面就是這個音訊的部分 好那這 這段就解錄到這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視頻